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t 大盘今天是大幅度的下跌 主要体现在纳指和小盘股身上 但是道琼斯由于银行股的业绩 表现的还是很强势的 以GPM作为一个领长的姿态 但是GPM也拉出来一个很大的上影线 所以金融股表现的是不错 只是对道琼起到了一定的提振 让整个的金融板块今天表现的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的大盘领长的板块 分别是能源 公共事业 还有consumer staples 消费者必需品板块 领跌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 是科技股 是communication service 这都属于科技股 这都是属于风险性的板块 那么我们再看到黄金是走高的 大幅度走高 美元是涨的 然后原油是涨的 证明市场对于地缘政治的问题是有担忧的 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的 真正的动手 它一定会影响到原油 然后会对避险的资产可能会影响到黄金 但是对美股的影响我认为不大 虽然今天下跌了 但是并不是因为战争性的原因导致美股的下行 昨天的国债的影响还在发酵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重塑市场对于债券的信心程度 但是所以今天是债 油 金 然后避险板块再向上去走高 但是美股的下跌在战争面前的话不是问题 我们buy the deep就好 那么结合上今天的盘面来讲 这是我讲的从战争层面上对大盘的影响 技术形态上纳指依然还是一个在遇到压力 进行一个向下回调的这么一个走势状态 所以它还没有形成突破 那么结合这个盘面下个周我们依然还是抗空的 如果有机会打到14852 我这个是纳斯埃克期货的图案 如果能打到14852的话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的机会 下个周如果是跳空低开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向上去买入的机会 我们看缺口进行一个填补 那么昨天在YouTube节目上面 我们中文投资网YouTube的节目上面 给大家分享过 我们是持有了空头的仓位过夜 持有了SQQ 持有了纳指的期货的空头 所以今天我们的收益性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从期货这边的话 获得了一个900多的利润 那么几个账户就做了 那么APEX下个周我们可以往外取 我算了一下整体是 如果要取可以取11000美元 这个地方出来 在我们没有本金的情况下 我没有用本金的情况下 用这个平台给我们获得了利润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吧 那大盘下个周还是看跌的 然后黄金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考虑到战争的因素 就比较的多 至少不看跌 然后原油也整体是中长线 继续向上去看涨原油的 好吧 所以这是对于大盘 我们其实一言也概直 简单的讲 就是这么简单 下个周如果打到14850左右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多大盘了 然后如果有跳空低开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做多一下大盘 那么更多的日内的交易具体是哪个点位 去进场做多 还是怎么走呢 大家可以去扫我们的二维码 产品材分2022屏幕下方 可以和我们的会员客服去交流 希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帮助到大家 直播的交易频道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 这是我们的直播间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平常会员们会在这个地方分享 像这个就是一个盈利的 一个比较好的回复 所以这是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在这个地方去沟通交流 平常白天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的直播 然后老师的头像就可以在直播间会看到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交易记录 视频回放智能选股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些在直播间的服务 然后会回馈给大家 然后最后就是纽约的讲座 这个周星期六 法拉圣洗来灯 然后下午一点半 然后我们会在纽约有一场讲座 然后我来更多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对于美股的最后一个季度的看法 然后应该买什么样的板块 然后我们的交易的一些技巧 或者说是一些经验 在现场当中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然后现场我们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优惠的活动 欢迎到纽约的朋友到现场 好吧 因为洛杉矶我们已经举办完了 希望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去旧金山 我们再去西亚图 我们就看行情再来决定 行 今天的行情就很简单 叙述形态 遇到了压力 开始出现一个预阻回落 回调并没有结束 我们并没有看到修复的迹象 我们并没有看到反弹的迹象 尤其是市场拉下来之后 到今天尾盘整个的盘面 都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市场掉下来以后 是抢了个反弹 但是反弹的没动 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在小盘股身上 有个20块钱的亏损 因为没动 一直在这个地方横盘的不动 但整体我们从早盘下行的状态 我们把仓位的止盈点 是今天做的几个止盈点 反正从昨天的持仓 我们是拿下来了 后来在这个地方我就加仓 只先止盈了一部分 然后上来之后又加仓了一下 然后又吃了一波这样子的下跌 然后我们反手做了一个多头 但是尾盘没动 多空都没有方向 这就是我们整个今天的交易 下个周我们期待 进一步下行之后市场开启反弹的节奏 甚至是强势的低开高走的一个反转形态 好吧 目前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明天的直播的内容 或者是仓位的变化 还有对大盘的分享的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中文投资网 ChineseFM的YouTube上面 去看每位老师更细节的 当日的这个思路变化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